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 肖战的家境 肖战八岁开始学画画,也曾学过小提琴,后来考进了重庆工商大学。 在校期间担任学校合唱团男生生部部长。 随和唱团参加过很多校内外的文艺会演,拿奖拿到手软。 肖战在重庆工商大学,算是风云人物,不仅人常的帅。 还非常的有才华跟能力,读大二的时候,和朋友一起成立了设计工作室。 接一些logo和vi设计的小活。 后来因为爱上了摄影。 又和朋友一起成立了摄影工作室,成为了工作室的摄影师,大学毕业之后。 肖战来到了一个传媒老师,开的设计工作室里工作,成为了一名设计师。 肖战是家里面低毒子,肖战亲口说过的。 肖战的父母对于肖战的培养。 从小都非常的重视,小的时候就让肖战学习绘画,学习小提琴。 肖战出生于1991年,在肖战小的时候,说实话普通的家庭。 一般不会给孩子报这么多兴趣班的,也没有这个经济基础。 所以肖战家里面低条件应该挺不错的,难怪有很多网友说肖战是富二代。